距離今年的萬聖節大概還有半個月 不過有很多美國的民眾已經開始佈置了 但是在厄亥俄州有一戶民宅的超大南瓜氣球 在風雨間滾到了馬路上 差點造成了交通意外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的地點 在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的海灣村馬路上 這一顆超大的南瓜氣球 直接佔據了一整個車道 警方獲報之後趕到處理 但是卻被這到處翻滾的南瓜給襲擊 甚至還讓兩名警察直接被壓住 還好並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當地警方把整段影片PO上網 也提醒民眾在萬聖節 如果你要佈置的話一定要固定好 避免再發出這種南瓜襲警事件